哇 超级漂亮的这个红菇 好咯 这是我今年找到的100多个新种红菇中的一种 还没有起名 暂时叫它三文鱼色红菇吧 它的菌盖颜色多变 一会儿是红色 一会儿是三文鱼色 菌饼有时白色 有时一部分和菌盖同色 菌者等长 又是白色 老时橘黄色 生长微辣 红菇薯在我国的分类研究任重道远 作为一个蘑菇爱好者 我唯一能做的仅仅是多彩些样本 本着宁可采虫不可错过的原则 在我采的292份红菇样本中 采用分子加显微手段 照出了这18份是同一个物种 这18份标本的外观极具迷惑性 用肉眼完全无法区分的 然而红菇薯的绝大部分物种都是这样的 外观一样的大概率是不同的物种 而外观相距甚远的 也有大概率是同一个物种 没有套路可言 目前红菇的定种只能依靠分子加显微 不可能肉眼定种 所以呼吁大家不要采吃不熟悉的红菇 以免中毒 红菇薯的分类犹如撰写一部史诗般简举 需要极其强韧的耐心细心和觉醒 让我们为呕心绿穴的科研工作者点赞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